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7号文明在严寒中毁灭 汪苗退出了三体游戏 被游戏惊出一身冷汗的她 又去拜访了已故科学家杨东的母亲 对 就是她 就是她 这位就是第一部真正的主人公叶文杰 在其学生沙瑞珊对汪苗的讲述中 叶文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 丧妇 1967年 叶文杰亲眼目睹了 坚持科学真理的父亲 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 被四个女中学生用武装皮带抽打致死 这一刻 无限的悲痛融入了她的血液之中 蒙渊 两年后的大型安岭 某建设兵团十余万人 将无处安放的青春激情 全部倾注在过坏自然环境上 他们将临海化为荒山 将草原离成良田 人后变成沙漠 在这片毁灵大潮中 叶文杰结识了有进步思想的记者 白姆林 他将一本进步书籍借给了叶文杰 同时还请叶文杰代笔 为其书写了一封建言信 不料 这位记者自以为洞察政治神经的举措 却面临着严重后果 当上级领导追查时 这位昔日的知己 却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叶文杰 使他被关进了看守所 出卖 在看守所 叶文杰又拒绝在一份 举报父亲的陷害材料上签字 凡此种种 更加深了叶文杰对人性丑恶的认识 他再次坚定了 渴望外星文明降临地球 救赎人类的信念 红暗 从寒冷的昏迷中醒来的叶文杰 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架直升机上 他父亲曾经指导的一位研究生杨卫宁 通过选中他参与神秘的红暗计划来解救了他 但加入计划的代价是 一生都将封闭在雷达峰的发射基地 永远与世隔绝 对人性充满绝望的叶文杰 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条件 在杨卫宁及其上级雷政委的陪同下 飞机降落在雷达峰 沙瑞珊的回忆至此告一段落 汪淼这才得知 经过了丧父 蒙冤 出卖 而后加入红暗计划的叶文杰 在红暗基地度过了20年 到了90年代初 才回到父亲曾经任教的大学 讲授天体物理学 直到退休 而今这位老人又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杨东 着实让人觉得可怜 这也增进了汪淼探索自杀之谜的动力 就在此刻 协助汪淼调查的退伍军人史强 带来了一些新的消息 那就是三体游戏中 似乎隐藏着某些线索 为此汪淼展开了一系列三体游戏之旅 第二次进入游戏的汪淼 首先遇到了莫子 并见到了他制作的宇宙模型 莫子将宇宙想象成被火海包围的双层圆球 用内外壳的旋转和热上冷缩 来解释日夜交替和太阳大小的变化 莫子对这让人不明觉历的模型非常自信 而这种自信伴随着一根巨大太阳的升级 而被稍微挥尽 第三次载入游戏时 汪淼遇到了一批人类先贤 并且以哥白尼的新ID 揭示了三体世界遭遇灾难的根本原因 三个太阳 三体文明所在的星系有三个太阳 他们时远时近 运动毫无规律可循 造就了地狱般的三体世界 第四次游戏进程中 汪淼遇到了牛顿冯诺一曼与秦始皇 始皇初来混就是靠人多 他们用三千万手持黑白旗的士兵 来模拟零和一的二进制运算法则 组成了微微壮观的人列计算机 试图预测三颗太阳的运动规律 如您所料 随着天空中出现了三日连珠 本次尝试再告失败 第五次的游戏中 终极大神爱因斯坦 用各种算法的失败结果证实 三个太阳的运动规律无解 三体文明的唯一出路是 飞向宇宙寻找新家园 汪淼的三体游戏之旅 暂时告一段落 而在这段时间的现实世界中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曾帮助汪淼消除幽灵倒地时的 申玉飞被人枪杀 嫌疑人很可能是一个名叫潘涵的人 带着凶杀案的疑惑 汪淼接到了一份邀请 参加一个三体玩家的线下聚会 谁料 聚会的组织者 正是杀害申玉飞的嫌疑人潘涵 他在会上询问诸位玩家 是否支持三体文明降临 来取代人类管理地球 两位反对者被永久注销了ID 而汪淼被完成潜伏使命 扬装同意成为地球三体组织的新成员 最后一次登陆三体游戏的汪淼 看到了三体舰队起航 踏上了对新世界的远征 游戏至此通关 结束画面中 玩家再次被邀请出席三体组织聚会 在这次会上 汪淼惊讶地发现 地球三体组织的精神领袖 不是别人 正是叶文杰 而更令他震惊的是 叶文杰命手下当众处死了狗急跳墙的潘涵 并淡定地继续讲述红暗事 往事一 在红暗工作期间 叶文杰利用太阳作为天线 放大发射功率 向太空发射出地球的第一声提名 八年后 已经和杨卫宁组建家庭的叶文杰 惊讶地发现了一条来自外太空的回复 上面重复着一个简单的讯息 不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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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他没有回复 于是 全剧中 呃 哈哈 开玩笑的 叶文杰并没有听从劝阻 他回复道 到这里来 用你们的力量解救人类的罪恶 这条信息飞向了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 半人马做三星 就在讲述的过程中 大使带领着一支队友冲入了会场 将包括叶文杰在内的三级组织成员抓获 并且带回审讯 审讯中 叶文杰交代了更多的信息 首先就是一起凶杀案 当年在红岸 雷正伟发现了叶文杰与外星通讯的证据 为隐瞒这一事实 在雷正伟和自己丈夫到悬崖下检修设备之际 叶文杰冷酷地拒断了绳索 杀人灭口 使得两人坠崖身亡 坠崖事件被按照普通事故处理 叶文杰作为遗孀 生下了阳东 而后他得以平反 回到母校任教 因负责一个发射基地选址的项目 在偏远的西北地区 结识了未来三体组织真正的掌舵人 伊文斯 这位在荒山中植树三年 以保护冰霉鸟类的富二代 纵然拥有一家450亿资产的跨国石油公司 但他依然无法阻止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他同样渴望着外星文明来拯救地球 一个有资金 一个有技术 两人一拍即合 就此成为三体组织的创始人 他们对彼此说出了那句三体组织的问候语 我们是同志了 又三年后 叶文杰受到邀请 来到大西洋上审判日号巨轮 根据叶文杰当年提供的宇宙方位 伊文斯将这里建成了第二红岸基地 并成功与三体闻名通讯 地球三体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在这里 授予叶文杰最高统帅的资格 他们高呼口号 消灭人类外特 至此 地球三体组织的神秘面杀全面揭开 它包括要借助外星力量毁灭人类的降临派 和把外星文明当作神来崇拜的拯救派 和以出卖同胞来苟且偷生的幸存派 所有这些都与叶文杰借助外星文明改造人类的理想不一致 其中我们熟悉的三体游戏就是拯救派的摇篮 他们希望通过解决物理上的三体问题 来使三体世界存活下去 从而避免其对太阳系的入侵 然而 这与将领派望都毁灭人类的理想是相违背的 神与飞正是因此被潘寒所杀 叶文杰还提到 来自三体世界的大量通信内容 被保存在审判者号上 为夺取来自三体世界的信息 消灭叶文斯领导的三体组织 国际联军的首领们确定了古征计划 他们把只有法斯十分之一粗细的纳米斯 提前布置在一个狭窄的水道 在巨轮经过时将其切成了四十多片 同时也把叶文斯切割成了三段 古征计划大获全胜 联军终于拿到了多到二十八个G的种子 呃是三体信息 并解灭了其中令人震惊的消息 原来在三体星上 一位年迈的监听员 无意间收到了来自地球的那第一条讯息 为避免三体舰队必然发动的入侵 监听员回复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不要回复 只要不回复 地球之与三体星系 便只是一个渺茫的方向 却没有距离的数据 在浩瀚的宇宙中 找到地球的概率是极小的 显然 这位监听员的行为 触发了三体世界的法律 消息败露后 三体世界的元首 烧死了与此相关的六千多个三体人 并且下令 三体舰队准备向地球方向起航 这一刻的三体文明 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远胜于地球文明 他们发现 微观世界中共有十一个维度 利用这种技术优势 三体人造出了针对地球的重要武器 质子 他们将原子核中的质子进行二维展开 雕刻为智能计算机 一边坚持人类一边干扰人类的粒子对撞实验 来锁死人类的科学研究 这也揭示了开篇处 诸多科学家无法找到实验规律 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 同时也证实这些质子 在汪淼的视网魔场 呈现出幽灵倒计时的神迹 而此刻就在解密信息的国际会议上 抵达地球的质子再次展现了神迹 所有与会者的眼前都看到了相同的字样 你们是虫子 整个人类世界陷入绝望 汪淼与丁怡见酒交仇 这时大使找到他们并驱车 载着两人来到一片麦田 在这里他们做了一些羞羞的事 啊不 他们凝视着麦田 见到了漫天的蝗虫正在啃食着麦子 铺天盖地 势不可挡 让人似乎明白了大使的用意 那就是把人类看成虫子的三体人 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 虫子从来没有被真正战胜过 除了您现在看到的吊侠张强视频节目 小强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每天早上都会发布一条60秒语音 内容是小强随身的读书笔记 每周星期五一部原著速读视频 每天早七点一分钟读书笔记语音 微信搜索吊侠张强 或直接扫码关注公众号 明早七点 听小强 鼓动猫腻 听小强